大家好 歡迎收看 《降臨投資》 大文十五在上禮拜二 來到這個短線缺口之稱 當然還有重做310點 我說這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接下來大張小微 大張小微來到波段高 您所看到的是 行情來到短線的缺口 它就止跌了 這個盤強不強 太強了 所以在上禮拜 你有敢跟我勇於承接 COAX的相關概念股票 你今天真的會賺翻天 什麼叫做全面的一個大獲全勝 相信從上禮拜到今天 你所看到清老師解盤的內容 所帶給你強勢個股 應該或多或少 縱使你不是會員 應該也是獲利ING 這檔制勝 今天亮燈掌鈴再過高 兩階段如何超過6成的一個績效 超標 真的是超標 記得嗎 當時候的一個制勝買123 連續三天三根掌鈴板嗎 5月17號157先賣一趟 三層達標之後回檔修正 回到起漲點127當然可以低階 而且我們還參加它的除息 3塊錢是不是 所以差了快30塊錢的一個制勝 逢低層接 扣WAS的股票 行情如果一檔股票一個產業結構 它的趨勢是往上的 你要不要大膽跟我逢低層接 扣WAS的先進封裝 兩個字的一個結合 扣 晶片堆疊 WAS 封裝在機板身上 這種先進封裝的一個AI的 一個產業的科技 所帶給你的不是短線 所以要敢低檔 跟我買127 有沒有沿路一個走高 大漲小微走高 上禮拜三亮燈掌停板158.5 三層加兩層 已經五層超標了 我說今年度我們要給惠人實現的 是一個333的翻倍過程 一檔股票賺三層 達標 如果超過三層 來到五層 超標 超乎水準 如果一檔股票 就讓我們的惠人的資產 達到一倍的一個規劃 就是達正 親愛的同學 你會不厭其反的 看到親愛老師 不停的拿出冠軍杯 不管是三層的達標 五層的超標 還是一倍的達正 來證明我帶給惠人的真實績效 對 127要買 158.5又多了兩層 上禮拜三 禮拜四開高走低 來到前波高壓回 我說很正常 我當天有沒有告訴全國的觀眾 如果你有自盛在我的LINEA留言 我會告訴你 自盛你該何去而沖 當天你只要有在我的LINEA留言的 只要我有時間 我有看到的 我有沒有告訴你 自盛你不要急著賣 你不要急著賣 買低檔的不用急著賣 買在高檔的 買在150以上的 我有沒有告訴你 其實下來還可以做一個適度的加碼 這我們當天禮拜四 你有在我LINEA留言 提供給你的回饋 是不是 不要急著賣 來到前波高壓回很正常 好不好 Call us的一個自盛 今天再度的一個亮燈 兩階段獲利超過六成超標 持股續爆 恭喜會員 很快速的亮燈 兩階段超過六成 超標 我要幫我們會員拿了一座冠軍杯 而且是超標的水準 超過五成 超過五成 這邊三成 這邊也超過三成 那不是六十幾%嗎 同一檔股票 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我不曉得這樣的績效 你滿不滿意 兩階段的操作 所以我常常告訴你 我的一個操盤的節奏 低進高出 高出完再低階 這種超盤新法永遠不會改變 面對股票的一個波動循環的一個轉折 不可能每天都掉 也不可能每天都掉 這種是Call us的 先進封裝的 這些產業的趨勢是往上的基油股 我們也是賺完一趟回檔再低階 兩趟加起來超過六成 那不是很完美嗎 星雲 COVAS的 上禮拜二 支撐近的 要不要買 329.5 上禮拜二 我再分析大盤 6月25號禮拜二 來到短線支撐 買什麼 當天台股盤中跌310點 6月25號上禮拜二 COVAS送給你 什麼是正面解讀 什麼是正面迎戰 什麼是不囉嗦的一個解盤 直球對決 現在是我的解盤的風格 高出了 我講給你聽 它是一個買點 連三黑來到支撐 329.5不買你什麼時候買 隔天禮拜三 大漲變成35 7.5 好快 兩天18塊錢了 上禮拜四 盤中填洗 星雲除息4塊錢 我們當然參加它一個除息 盤中填洗 尾盤押回4塊錢 上禮拜四 我怎麼解讀星雲的後事 我看好還是看壞 我看好還是看壞 參加它的除息 當然是看好 而且在上禮拜四 我Youtube的一個解盤節目 有沒有告訴你 星雲 雅翔 拉圍是要找買點 拉圍還可以買 上禮拜四的星雲 跌 我告訴你是機會 你有沒有把握住機會 把握住機會 今天星雲亮燈漲停盤 那就是你的 不是嗎 所以整個星雲一個架構 禮拜四盤中填洗 壓回拉回當然還可以買 禮拜五又大漲了 359 今天大漲特漲亮燈 358.5 恭喜會員 賺了股息又賺了價差 對 填息 4塊錢 今天創價波段性高 388.5 還原錢值應該是392.5 那這個位置 到今天 有沒有 上禮拜二 你最擔心的那一天 大盤壓回了310點 我有等在買嗎 我不是創在等 因為我準備好了 準備好在所謂COAX 這個族群身上 要幫我們的會員資產 產生一個超標 甚至達成一個效果 你拭目以待 所以329.5 這是一個買點 沒錯吧 連跌三天 支撐進了 這時候不買 什麼時候買 今天已經來到388.5 還原錢值392.5 63塊錢 買個10張就好了 短短一個禮拜時間 63萬 從這個位置 329.5 到今天388.5 5天 10張63萬 賓果 所以什麼是領先市場 今天一定很多人 很多分析師 會跟著搖旗吶喊 智盛 星雲 萬潤 紅塑等等 甚至雅翔 今天也亮燈漲停板 對不對 很多人 不管是其他投顧分析師 還是本公司的分析師 都一樣 歡迎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 好股票 大家都想買 對不對 我只能說 謝謝你們的會員 幫我們的會員排轎而已 所以對於目前的行情 會帶給你引先資訊的分析師 絕對是金字塔頂端的少數 沒有辦法 市場上贏家總是少數 288折是以前的概念嗎 兩成是贏家嗎 現在觀眾 全市場 大概只有5%才會是贏家 沒有那麼多 兩成沒有那麼多 所以 金老師的一個解盤內容 不管是盤式的分析 個股一個操作 有沒有幫你抓在一個短線 轉折的一個低檔區 你從上禮拜二 盤式壓為310點 所提供給你的 這些COA的一個買點 應該夠精采了吧 雅翔上禮拜二一樣 當然要買 要加碼 是不是 萬論也是COA的 這種經營收都 倍數成長的基油股 5月31號 開高走低 低階 收最低你敢買嗎 238 萬論我買238 難道要284 帶你去追這個位置嗎 對不對 238到284 40幾塊錢了 我們已經賺了40幾萬 10張 要追嗎 不要一檔股票 我再低金你再光望 這裡不敢買 漲上去了你就很勇敢 不要我在解碼你 再亂追 是不是 所以284又回檔3天了 變249.5 怕不怕 買28幾的 那三天你每天都在擔心 每天都在怕怕怕 因為每天都開高走低 是不是 高點有賣下來就很好低階 已經提醒你284 不追可以減碼 284有減碼的 來到249.5 差了30幾塊錢就很好低階 這樣解盤還不夠清楚嗎 低進高出高算在低階 是我個人的一個操板心 不然盤勢在2萬2 2萬3 或是以後的一個3萬點 我是秉持這樣的原則 代會員操作股票 只有這樣操作 你才會無往不利 你的資產才有辦法翻倍 好不好 所以這三個黑街棒 誰會告訴你很好低階萬論 只有在下我 就如同之前的 開高走低 收最低的238 只有我會告訴你低階 高點有賣又連三黑了 我又告訴你可以低階 你認為這樣解盤 有沒有一定的實力 我是事後放胖嗎 等到COAX今天都漲了 又跟著搖旗吶喊嗎 我不幹那種事 因為你們知道我的風格 誠信實在是我的堅持跟原則 我喜歡跟會員對時對價 反市場逢低的承接的模式 你們已經看了很多檔了 不是只有萬論 自勝殺到127你敢買嗎 2467的自勝 上禮拜二 星雲連跌三天你敢買嗎 你認為我這樣逢低承接 都是靠運氣嗎 沒有323是辦不到的 所以整個萬論249.5 是一個低階的記錄時機 高點有賣的話 所以隔天馬上又來到266.5 是不是 什麼是講在昨天 讓你印證在今天 接下來萬論分盤交易 分盤交易 大概士卿老師的名氣 稍微大一點點 所以萬論受到警示 分盤交易的過程 到今天為止282來到短波高 我講過一檔股票 如果是基本面很好的 在分盤交易的過程 漲停板我才會想賣 就是同1519的華城 目前這禮拜 7月4號以前都分盤交易 有沒有漲停板 沒有吧 這檔股票我們賺了五成 又多了50塊錢價差 我是沒有賣 所以萬論一樣 比照辦理 這過程沒有漲停 我就不急著賣 今天已經來到282了 COWAS的股票 最高價的 COWAS的千金股 紅素 如果創造1.6倍以上的績效 你是我的老同學 你是我的老會員 很清楚 雙底確立 黃金右腳買點 紅碩當售537 來到136 累計報酬率 866 我們從537開始買的 這過程 我們真的沒有時間再贅訴 好不好 537到136 波段式的累計價差 51加35 866 成本大概537 所以一張是不是1.6倍 一倍就達正 又超過5成 是不是又超標 達正再超標 一張都沒賣 6月20號1365 所以當他回檔修正 藏黑 不知所措的要來找我 就像上禮拜 自勝過高之前的壓迴 你有來找我的 我一定告訴你 至少不要賣 至少不要 因為那一根黑雞棒你就賣 我還甚至告訴你 買糕點了 還可以下來適度的加碼 所以整個紅素 上禮拜五 來到1375 我說即將再創高 這個位置1395 不會是高點 它即將再創高 講完之後 今天來到1450 有沒有如預期 什麼是講在前面 讓你印證在後面 獲利1.6倍的紅素 我們獲利ing 好不好 比較可惜的是 COAS的股票 我讓均豪跑掉 真的很可惜 COAS的半導體設備均豪 當時有重挫 5 6.3 我說可以低接吧 你敢不敢買 開高走低重挫 低接 來到57.3 我說這邊都可以持續性的低接 我還上禮拜一 對 這邊買 上去創新高 過高不追可以賣 這樣30幾% 對 我讓它跑掉 跑掉就是跑掉 我不會硬拗 你放心好了 賣掉資金當然是轉進其他個股 所以至少 星老師在產業結構的一個掌握程度 應該 應該是領先市場 是不是 基本面 選擇 未來有成長性的 市場上的關注程度 當然會比較高 漲上來大家會 追捧 但是 第一個時間來跟我卡位的 那才是真正的頂端的贏家 是不是 就像雅翔 半導體設備的 6月7號 我說這檔股票跌那麼深 跌到208 主底完成 這叫底部的買點 對 我是隨便抓低點的嗎 不管是COWAS還是雅翔 雅翔你看之前為什麼漲那麼兇 你有沒有想過這問題 台積電供應鏈的 COWAS的 不是COWAS的 半導體設備的 為什麼可以漲那麼兇 你看陽機工程 半導體設備的 台積電供應鏈的 今天來到455的破斷新高 這樣股票 我們從多少開始操作的 200多塊錢 這邊265 今天455 半導體設備的 少說都六七成以上 對不對 那雅翔呢 之前為什麼可以漲那麼兇 如果半導體的設備 不管是先進封裝的 一個相關的一個產業 讓它的需求 不斷的往上成長 同時 你要懂得尋找回檔的買點 你以為我用猜的嗎 它從366回檔修正 我有告訴你這邊可以買嗎 我有分析這邊可以低接嗎 底部買點浮現208 跟我進場6月7號 208漲到238.5 漲了30塊錢 我說還有很大的空間 你看不懂嗎 你看不懂嗎 208漲到238 既然還有很大的空間 所以 上禮拜三壓縮了8天 往上墊高的一個雅翔 我還在加碼 231加碼 對 231再加碼 當年加碼完之後 最高漲了9%多 來到245 上禮拜三 不是嗎 我說還有很大空間嗎 所以我一定會再加碼嗎 231買完之後 245 這是加碼點 禮拜四回檔 我有躲起來嗎 禮拜四它跌 我怎麼分析 我有沒有執求對決 我沒有給你一個正確的答案 跌到231送分題的買點 我禮拜三已經公開我的加碼點 231了 很清楚 親愛的同學 這跟親愛公公的 對不對 禮拜三我231加碼 禮拜四回到231 幾乎收最低 還會再漲 231可不可以買 你有沒有買 禮拜五 又漲到245 基本單10張37萬 今天雅翔 今天雅翔 亮燈漲停 再恭喜會員一次 因為雅翔 跟所謂的一個 致勝 是我們高階 同一個等級會員 所以致勝 恭喜一次 雅翔再恭喜一次 波段新高 這樣二幾% 二幾% 208到264 這樣買個10張 也有50幾萬 親愛的同學 給你的分析相當的中肯 絕對不是無中生有 如果發掘一檔股票的 一個基本面的成長力道 代會買低點 那需要靠實力 而且我可以跟你講 上禮拜雅翔231的一個加碼點 我是把這檔股票停損掉的 是趙立 對 我說這邊低檔了 我們當初是290以上賣 回到200附近接 我覺得他的一個型態 很溫吞 表現不如我的預期 所以上禮拜 我是把趙立 停損 去加碼雅翔 會員可以幫我做見證 結果趙立還在停在這邊 雅翔呢 雅翔呢 今天幫我們會員 多創造了兩根紅給棒 真的是很漂亮 所以會不會換股 會不會選對個股 對你未來資產 當然會產生非常大的差異性 33販賠計畫 先好是負責不停帶你 獲利往前奔跑 就一樣 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保瑞今天再創新高 這個月亞洲生技展 熱絡的展開 要買在題材發酵之前 這樣比較實在 好不好 之前賺了311 上禮拜三的保瑞 整理末端783買 禮拜五829 今天創高891 四天124塊錢 累計的報酬率超過400塊錢 這一檔保瑞 我們是從500塊錢成本 做上來的 77%超標 又幫我們會員 多拿了一座冠軍杯 超標水準 美食制藥賺超過股本的 上禮拜三漲到312.5 我說我禮拜二已經買了 禮拜二買在293 時間交易會員都可以跟我對價 當週在292.5 293附近買 禮拜二買293 禮拜三漲到312.5 今天漲到323 四天30塊錢 買個十張也有30萬 所以美食我禮拜二當天有買 我當天雖然沒有公告 但是會員對時對價 本來有些操作 就應該是保留給我會員的 是不是 就像這檔COMPU 電動車 鋰電池的 這檔股票今天漲到72.5 這檔股票頭肩底的形態 我們是上禮拜五 這是特別會員的股票 69以下買 當週在68.7 當天收69.2 上禮拜五就買進 COMPU這檔股票68.7 今天72.5 是不是一樣 獲利IMG 至於先進光 跟所謂的一個兩尾 我們今天都適度的 做拔檔動作 來看一下今天的一個先進光 今天賣在270 兩趟的操作 有沒有賣對 看收盤 快一倍達正 加起來95% 另外這一檔兩尾 紅高一樣 站在賣方 兩趟的操作 一樣跟你對時對價 93.8 賣 賣完之後回檔修正 未來主流脈絡 不曉得如何操作 歡迎加入龍家軍的行列 從明開始 我們一起來對時對價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市場